中文字幕——YK 我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吴燕 我是梅丽端庄大气温暖的赵老师 我是王孟瑶 Hello Sean Byfield here My name is Miss Ocean 祝林诞子五周年快乐 周年生日快乐 五周年生日快乐 五周年快乐 五周年快乐 五周年生日快乐 五年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五周年快乐 五岁生日快乐 五周年生日快乐 我们想你 五周年生日快乐 年年讨离 岁岁芬芬芳 祝贺大家 后面还有很多的五周年 已经五周年生日快乐 五周年生日快乐 This is your 5 year anniversary Happy 5th anniversary, Lin Dan Happy anniversary Welcome to the 5th anniversary showcase of Lin Dan Happy 5th anniversary 祝林诞子桃李芬芳 桃李芬芳 桃李芬芳 享誉海外 桃李芬芳 享誉海外 祝你以后能够培养更多的舞蹈未来之心 同贺五载佳绩 期盼璃璨 祝你以后的 fulfnotch 祝则祝 期盼璀環璨 希望你的学生 向你一样 气质优雅 舞异精湛 詩 雍土芳华 十年在等载 祝祝你们一路前行 祝Lin Dan 舞动之心舞蹈学校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 有更多喜爱舞蹈和热爱舞蹈的朋友们 相聚在in dance 我们国家大剧院所有的同事 都是你永远的家人 直到你在加拿大把学校办得那么好 我们都很开心很开心 在此啊 我在中国 在北京 向我的同门师妹 李林 说一声 你们辛苦了 在无动之心上课的日子里 是我最美好的记忆 为所有热爱舞蹈的你们 加油鼓劲 And you've been leaving a remarkable impact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rough dance So a huge congratulations to you I also want to say congratulations to all of the students at Linde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providing art to the community Keep up the hard work Hi deers I'm sending all the best wishes all the luck to the greatest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Linden School 我希望所有的你能让你的梦来实 继续习习惯 踏到你的障碍 改成你的技术 记得不要放弃 我知道多么勇气 要表现自己在面前很多人 但这就是你的时候 要亮起 Linda Linda Mu Zui Zeng Yu Pai Zong Happy Birthday Wu Dong Zhixi Zha Yyou 看完了刚刚的视频呢 我们今天啊 很荣幸地邀请到了Lindas的校长 同时也是加拿大舞蹈文化协会副会长 北京舞蹈学院硕士研究生的李玲老师 做客我们的节目间 李老师你好 明玲你好 很高兴做客我们节目间 那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做介绍呢 大家好 我是李玲 加拿大舞动之前舞蹈学校的校长 谢谢 那我们知道刚刚听视频里边说了 今年是Lindas的五周年了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 或者说节目在这五周年举行呢 这次我们打算是用五大活动 来庆我们的五周年 哪五大活动呢 第一个活动是我们舞动之星 Superstar的评选 我们将评选出超级的五星 还有是坚持之星 还有微笑之星 还有是善良之星 有很多很多的我们自己的Superstar 一共是五个明星 五个角色 还不止 很多个Superstar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Superstar是我们学校也是 希望孩子们所具有的品质 想能够坚持 能够去有爱心 还有的话是微小的面对生活 就是这种状态和这种品质 我们希望就在这里面不但是除了跳舞之外 其他的各种生活当中 对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会非常的非常的优秀 对 也希望这种优良的品质能够伴随他们的一生 是的 的确如此 这是舞蹈是他们之前优良品质的启蒙 那这是第一大活动 第二大活动呢 第二大活动呢 是舞动我心的一个作品的评选 我们不限他们的作品的形式 让他们自己写出自己跟舞蹈的故事 或者是用画用文字用各种都可以 我希望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创意 能够舞蹈带给他更多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这是第二大活动 对 第三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老人院的慰慰演出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传统 我们每年都要做很多的慈善的演出 和工艺的演出 像去老人院慰慰 我们每年定期是三次到四次 所以这次在校庆演出集的时候 更加需要去每年必看老人的 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文化 能培养孩子的这个爱心 爱老人的敬老人的这种感情 好谢谢 第四大活动呢 第四大活动是我们的大师课 我们会有请 中国非常有名的舞蹈家 也是我师妹 叫周立军 周立军 他掀起了中国的旗袍舞之风 在中央 在国内的电视台 中国好舞蹈里面 可能很多 很多人都知道 里面跳旗袍跳得很美的 被精心那样挑剔的 评委都能评委最美的 是那可见是非常了不起的 对对对对 他跳的《残云追乐》 就是穿着旗袍跳的 然后还有是油屋里面的白蛇 大家都可能印象很深 这次他会过来的时候 会除了表演他的旗袍舞 当然这次 这次一定是新编的 很期待的 另外的话还会开两次大师课 一个是12月1号上午的 一个以中国舞为 韵律和技法为主的一个 一个大师课 其实他很多人都觉得 起包跳得有名 其实他是一个综合性 很好的 非常技术性很高 因为他是我们系毕业的 也是国内舞系毕业 他在中国 在以前在总统文工团的主要演员 他主演了很多很多的剧 并且都是女一号 他的技术各方面都很棒 我希望在这里能带给 我们的学生和孩子们 更多的东西 对 不要的一些人感觉 最主要是在这边的主流的媒体 或者是说 在这边中西的艺术家里面 他们能够更多的人了解 我们的中国舞 中国舞的美 和中国舞的各个方面 这个是传播中国文化的 一个很好的图境 你刚刚说是两场 12月1号有一场 还有一场 还有一场是12月3号 星期一的晚上 都是不同的舞蹈吗 晚上是以旗袍为主的 他会展示他 表演一段 就是在电视台里面表演的那些片段 抽美的 并且会编一些 跟旗袍有关系的一些舞蹈的片段 或让喜欢旗袍的 喜欢舞蹈人都可以来学 嗯 最好地传播我们中国舞的美 对 那12月1号的那场是 以中国舞为技术和运力方面 就技术性更强一点的 那个12月3号晚上是以旗袍为主题的 那个更加的怎么说 亚树共赏 共赏 对 这个技术有了 美的有了 对都有了 然后我们重头戏什么呀 是12月2号的晚会 就是Lindas的五周年活动庆典上的一个晚会 那会跟这两场有什么不同呢 那个之前 刚才说的是大师课 那第四大活动 第五大活动是一个 整一个大的晚会 一个大的庆典的晚会 里面会有中家的艺术家 有很多中家艺术家 像刚才说的周立军 还有其他的 还有我们这边的 Victoria的男一号 还有古巴主要演员 都会做精彩的表演 他们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也会做表演的嘉宾 还会带着公主来 对 对 做很多精彩的节目 还有的话 我们很多 我们学校是以主创 是创作为主的一些 很多东西都是我们里面创的作品 对 我们会有一个是新秀 新作品的一个首秀 像这次的 我们的房红老师编导的 《见我》 也是我们青年舞团表演的 然后的话 还有我们少舞团 我自己编导的 像马蹄飞扬 就是很帅气的 这个名字就是 特别帅气的一个名字 一点马达成功 很帅 对 聚合到一起 还有很多我们原创作品 像我以前编的 《Fly with Home》 就我看一个电影 以后很感动改编的 也是发生在我们 多伦多加拿大的故事的 对 好多人看到都很感动 这次我会把一些 以前编过的一些经典的 作品也会做一些回顾 好 并且有很多新的作品 这次的 这次最小的有三岁多 最大的有成人 并且五种的话 有各种 有中国国芭蕾 这么好的活动是在12月2号 对 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说 在哪里 然后在哪里能买到票 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 在合博招剧院演出 我们会用最好的灯光 但是票的话 确实这个事情让我很头疼 因为没有票了 没有票了 在一个月之前 在我还没有说请 很多嘉宾之前 就已经都买完了 那这个怎么办 这个的话有个别的 有现在这几天有几个孩子 是说您是家里决定回国的 倒是有几张票可以推 我说你把票给我留下来 让出来 对 就那里还有几张 但是大事客的还可以 大事客也是名额有限 因为大事客是刚刚做出来的宣传 那个还可以 也是主流演员嘛 对 那这个要怎么样购票呢 这个可以 等会那个上面有电话 和我们的大事客的海报 可以关注我们的网站 好的 谢谢李老师 也祝这次演出取得巨大的成功 也谢谢你今天做客 我们的节目间 谢谢明月 谢谢观众朋友们 我们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好 谢谢李老师